驱车前行看到纳可里茶马驿站小镇 停车走进古镇 这是古普尔府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位于云南宁浦县同心乡纳可里村 距离宁浦20公里 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拥有深厚的普尔茶文化 茶马古道文化和马帮文化 他的原名叫马库里 传说由于茶马古道十分难行 马帮过纳可里村时必须要涉水汤河 由于马驼重负 面对清凉的河水就会流下眼泪 因而得名马库里 爱马如命的马国头 几次上书官府之后 在这里修建了风雨桥 从此马库里更名为 纳可里 解放前纳可里属关绍汛塘之地 清光绪年间简称纳可里汤 现在我所走的这个就是 茶马古道的遗址 就是过去真正的茶马古道 走在茶马古道遗址上 我仿佛看到了马帮走一方的画卷 成情结队的马帮生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穿梭于这条 远古时期的茶马古道上 辛苦而忙碌着 你吓我一跳呀小狗狗 你跟我吓一跳 你这个小坏蛋 直接嘴我 马跳石原本是纳可里河的一个断层 传说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 带着心爱的姑娘骑马到野外游玩 突然遇上了一群猛虎围追 他们被追到了那里河边的一个断崖上 就在生死关头 马儿拖着小伙和姑娘跳过了断崖 从而脱离了险境 马跳石也就因此而得名 丰与桥是纳可里最著名的桥梁建筑 其建筑风格独特 是我国古代造桥艺术的精品之作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桥梁由巨大的石吨木结构的桥身长廊停格组成 就是这种发红的它是手茶 那种发黄的是生茶 我今天在这儿过来了 一年美女在这儿请我喝茶的 然后给我讲了这个茶的生茶 我现在喝到的这一款是05年的老手茶 它就有15年了 15年了呀 对 我这么有口福吗 你像一般它胃不太热 普洱它就有这两种茶 你像胃不太好 这些年的东西 你能说明白就明白了 对对对对 是这个礼拜 你说的是对对对 熟的这个普洱茶它就是具有这个香醇甜滑 还有什么 还有透 对 它就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跟美女还是学习了一点 今天我喝的这个美女起握的 这是15年的这个普洱茶呀 你说给我这个不会喝茶的人喝 这都浪费了呀 不用了 我不用了 不喝了 不喝了 我还是不行 走吧 我去喝茶 我还是不行 不会喝 从来不喝茶 如果您去净水的话 您可以去一下那个 猪家花园 猪家花园 行 行 可以 那边也挺好玩的 好 那边我就比较熟悉 你看那边 还有个棉子 棉子 棉子那个路不知道好不好走 好走的 我想去 好走的 但是从这边这条路过去 好像去到石片 鲜水 就到棉子 然后再到那个云阳那边 对 做一台新闻去 对 云阳过去一个就是棉子嘛 不是不是 还要从棉子过云阳去 哦 那更好呀 我还不用绕路来过去吃一个正宗的那个锅墙米 新闻的过云阳底线其实也不用花很多钱 十块钱就有 我现在的家就是在 海河小 所以我比较熟悉 就是在那个石片嘛 我们的石片就是比较静面的那边豆腐啊 哦 因为反正一条的都有它经典的东西 哦 太好了 太好 哎呀 那就不聊了 谢谢你 哦 我就准备开始就走了 那你得开慢点 谢谢你 谢谢你的茶 没想到在这里碰着 这是一个明君啊 哎呀 明君 还是你的粉丝哦 还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怎么叫他出来他名字嘛 木兰 木兰 那行 注意哈 OK 好 注意哈 OK 大家好 我是木兰 我现在呢 走到这个纳科里小镇 然后就又碰到了一位美女粉丝 大家看一下标准的美女 重庆的 重庆的 然后正在拍照 然后她叫我名字 哎呦 非常高兴 很开心啊 木兰 哈哈哈 谢谢你 谢谢你 哈哈哈 好 美女要走了 好好好 谢谢啊 哈哈哈